真的嗎? 第二款是玫瑰士多啤梨朱古力 你看到它有點驚慌 沒錯 有些紅玫瑰士多啤梨 對, 挺好吃 這是60元50克 主打的是新童零食 新童零食 比較健康 沒錯… 它的糖是用有機甜素取代蔗糖 而且它的卡路里比一般朱古力 這個大約148卡路里 但平時的大約300卡路里 而且它的蛋白質和膳食纖維 都是比平時的朱古力高 20% 聽起來好像很健康 很漂亮 快起快 比我最小的 最小的 我拿了 放心, 我最小的 這是最小的 這麼硬 很硬 脫牙 不, 我的濃度很高 很高 你看 對, 濃度很高 濃度很高 它的可可是65% 皮膚很高 味道很高 但我覺得這個朱古力的硬度 不可以用來吃 我覺得用來做 做東西吃 朱古力甜品會比較好 你烤的 或者混熱水, 朱古力喝也行 硬到這樣 對我來說, 對, 這樣很苦 很苦, 中間又苦又酸 好像比剛才那個苦 還有沒有玫瑰和草莓的味道 兩種都沒有, 只有兩種 聽到一點不是朱古力味的味道 你覺得怎樣? 像麵糰一點 可以吃, 不會是沉迷地吃 接著… 試試看, 好嗎 又試試看, 好, 試試看 像是一樣的 像是一樣的 沒錯…這個跟剛才的品牌是一樣的 但味道不同 是 這是什麼? 這個是花旗參 六個月熟成朱古力 花旗參? 對 很重的心味 對 很重的花旗參味 很臭 心味很重 但很保養身體, 是嗎? 我給你, 最小 他用了加拿大的花旗參 壓碎了, 混合在一起 真的硬? 對 這個很嚴重的 這個花旗參味很重 很重 像上次那個 不錯, 又是這麼硬的? 對, 還有它的可可濃度也是蘿蔔 蘿蔔 蘿蔔 但它的芯已經搶好那個可可味 只是覺得芯味 芯很重 有點甘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吃花旗參 是可以的 我寧願直接吃花旗參 它整塊都是花旗參的味道 我想韓國人會很喜歡吃 韓國人很喜歡吃花旗參 很飽的 很煩 我不會吃花旗參 你整塊都很勇敢 對, 你真的整塊都放進去 我真的吃得到 很好 但我覺得驚喜 花旗參跟朱古力很合格 對 我拿完後回來 我們介紹第四款朱古力 這個特別是四川麻辣 很貴的朱古力 沒錯, 它是50元, 50G 而且重點是這個是全素的 而且沒有蛋奶, 而且是充滿脂肪 充滿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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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我們吃得到這麼苦的東西 試一下吧… 你們有吃過很辣的朱古力 真的沒試過嗎? 真的嗎? 我有試過 外國有很多 有很多辣的朱古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有一次去米線的店 情人節, 她送麻辣朱古力 對 情人節, 你先去吃米線 對, 吃米線 我可以加的 我想怎麼樣? 你剛才說話不吃而已 你先夾一塊吧 裝飾了, 老闆人… 它的味道真的挺… 聞到麻辣的味道 好像聞到麻辣的味道 花椒 很香的味道 對… 花椒味真的很好 我覺得很香 花椒味 你試試看 不是, 基本上… 花椒味有點麻辣的 這個真的很麻辣的 這個真的太硬了 我覺得這兩樣的混合不來 還有有點酸的朱古力 對, 有點酸的, 又辣的 又苦的 麻辣 酸得好像變壞了 酸、苦、辣也有, 差點甜 不知道是否因為 我很喜歡吃四川的味道 對 我能接受到 只能接受四川麻辣椒 我能接受到朱古力 我可以一起選擇 對, 吃了 第一款的…舉手 第一款 七一色 又有積極 七一色 瞭轉了, 不是最後那款 第一款… 始終是第一款最好吃的 我記得也是最貴的 又貴又好吃 如果這樣算價錢 第一款當然是最貴, 也是最好吃 但如果正價比 我會用第二款也可以 最多是這樣 我覺得就算貴, 我也會選第一款 因為剛才你說的朱古力的後味 你不喜歡 我發現第一款的後味沒甚麼 沒有 吃完後就完結了 不會令口感有點怪味 所以我覺得挺舒服的 挺好… 令我對朱古力有改觀 謝謝你們, 謝謝 你好… 讓我選, 我四款都不吃 不, 浪費你了 你先選這款嗎 不選這款嗎 浪費你了 你吃光了 吃光了 別吃了